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河北省唐山市那个烧烤店打人事件呢 现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电视台呢就公布了这个调查的结果 那就是在当地时间呢,8月29号的中午 中央电视台的央视新闻节目就还原了这件事情 那么他发布了一个整个11分钟的这么一段视频 那么根据这个视频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就来逐项的来看一下 尤其呢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很多网友提出来一些质疑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看到有网上呢有一些讨论 那么对于中央电视台这个公布的11分钟的这个视频呢 还是得不到答案或者是呢,广大民众有一些不满意 就觉得说呢,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就调查了这些内容啊 这是一个不满意 第二个不满意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女子被打成那样的 被那么多人进行殴打,而只是一个轻伤二级 第三项内容呢,就是关于对这些人的这个认定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文字稿啊 说被害人王某某他首次接受了采访 他回应了在小巷子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那这个呢,是外界比较关注的 因为在那个屋子里面啊,还有在屋子外面呢 都有视频,我们都可以反复的,慢放快放的 来仔细的,一帧一帧的这个画面来进行这个审查 但是呢,当那些人跑到小巷子里面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一直都没有视频出来 那么在网上呢,就有好多的这个说法 现在呢,中央电视台就说 那有一些说法呢,就是谣言 比如说呢,这个女的被拖进去以后呢 说是被强奸 还有呢,在屋里那个女的呢 被带到了楼上,然后被轮奸 完了以后呢,从楼上给她扔下来 还有呢,这个女的呢 已经是,有的已经死了 在那小巷子里呢,被这个汽车碾压 甚至呢,反复碾压 这样的一些说法呢 现在就被中央电视台在这一次的报道中呢 证实都是谣言 那么受伤最重的这个王某某呢 她同一次呢,公开露面 实际上呢,是露声音还是没有露面 她出来就回应在小巷子里面呢 都发生了什么 那这个报道呢,是这么说的 说据报道 6月10日凌晨2点多 在河北省唐山市陆北区的涉案烧烤店 王某某等4名被害人相约来到这家烧烤店吃饭 此时陈某志等人与4名外省人员 因为密谋实施赌博违法犯罪 也来到了店里面聚餐饮酒 那么公共的视频显示 2点40分左右 陈某志就走进被害人王某某 并进行骚扰 被害人王某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 穿绿衣服的男子就进来了 说进来之后呢 咱不知道他上吧台说的什么 完了以后呢 回来就摸我 然后我就不让 他就给我一电炮 电炮呢 是当地的一个方言 可能是 就是指达尔光 就是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 那绿衣男呢 就打他 然后这报道说呢 此后陈某志等人 又将被害人 拖拽到了烧烤店外的便道上继续进行殴打 面对犯罪嫌疑人的持续的施暴 被害人跑进了烧烤店旁边的小巷子里 在巷子里面 陈某志等继续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后走出巷子 然后呢 这个受害人就说 在小巷子里面发生了什么呢 这几个人好几个人就殴打我们 打完了以后呢 还告诉我们说 不许报警 不许找人 否则就弄死你们 然后就跑了 那么这一次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新闻 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发现呀 又有一段以前没有的视频又出现了 那就是这些人 他打完之后 从那巷子出来的这段视频 之前因为我们并不能够看到 他们出来这段视频 所以网上就存在了很多的这个谣言 就认为他们到了那个里头以后呢 好像是无限长的时间 可是呢 现在就根据新的公布的视频 以及呢 央视新闻对这个民警的采访 就还原了在巷子里面 还有呢 巷子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有记者呢 就问廊坊市公安机关专案组的民警 他叫苏凡 就问他说 当被害人跑进烧烤店旁边的小巷子之后 六名犯罪嫌疑人相聚追了进去 在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苏凡就说 在巷子里面 陈某志等继续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后走出巷子 从第一个犯罪嫌疑人陈某亮走入巷子 至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俊走出巷子 过程大约持续了1分40秒 那么记者又问 当时在黑的过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刚才已经说了哈 这个受害人就说呢 后几个人来殴打我们 打完以后告诉我们不许报警 不许找人 否则就弄死你们 然后就跑了 那么记者就问说 网上还有流传说 你被车子碾压呀 追着压呀 这个情况有吗 然后这个被害人说没有 那么警察 苏凡就说呢 经过询问被害人 询问犯罪嫌疑人 并综合现场的勘察 调查取证 网传四名被害人 在巷子里面 遭受了性侵害 从楼上被扔下来 被汽车碾压等内容呢 均为编造的虚假信息 我们从那个现场的录像呢 可以看到那些人 后来就从巷子里面走出来 从这个时间能够判断出来 他们在里面呢 是一分四十一秒 那一分四十一秒 说实在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上所传的那些事呢 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有一分半多一点的时间 对不对 哪里会发生那么多事呢 之前我也质疑过 就是呢 我们从那个视频上看呀 那些人呢 把他拽到外面去打以后呢 他们再也没有进屋子里面 那你要说屋子里面的那个人 在二楼被轮奸呀什么之类 然后就扔下去 那那是谁干的呀 对吧 这就说不过去 然后我就注意到了 这个受害者他就说呀 他们打完以后呢 他们警告我们 说不许报警啊 不许找人 否则弄死你们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我很欣喜的能看到这个哈 就是说我们的警方 我们的法律 对于他们这些恶人呢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力的 他们是还是惧怕这个警方的 这个呢 我很高兴的看到这一点 如果他说呢 你去告 随便你去告 老子一手遮天 我那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当时这个打人的经过 还有呢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部分的经过 然后再说呢 这个被害人呢 被打以后 就被这个120拉到医院里去了 拉到医院去 治疗的画面 伤情的画面 还有司法鉴定书 相关的细节呢 也在这个视频里面出现了 那这也引发了社会上 也就主要是网上一些网民 所表达的不太理解 为什么被打了那么长时间 就觉得打得那么重 只是一个轻伤二级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报道就说 四名被害人 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两名受伤较轻的被害人 经医院检查 无需留院治疗以后自行离开 两名伤势较重的被害人 住院接受治疗 却一日出院 经司法部司法鉴定 科学研究院法医鉴定 被害人王某某和刘某某呢 属于轻伤二级 李某和袁某为轻微伤 有的人呢就不理解 这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既然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偏差的 因为这个鉴定呢 都是由这个专门的部门 专门的人员来进行鉴定的 由法医来进行鉴定的 这不会有什么偏差 尤其是这件事出来以后呢 在社会上这么的轰动 然后对这事的调查呢 还是由抑郁管辖来进行调查 所以呢 这个鉴定结果是不可能有偏差的 但是呢人们仍然不理解说 被那么多人持续的进行殴打 然后只是轻伤二级啊 有的人说这应该是最重的伤 人们呢往往是不懂啊 有误解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这个轻伤重伤 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 其实这个呢在网上其实有很多 那我就查了一下哈 说这个伤害啊 是分这个轻微伤 轻伤和重伤 这个三个级别的 那么这个轻微伤轻伤和重伤的划分呢 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所颁发的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 来进行鉴别的 那么在此标准当中呢 就有这个轻微伤 轻伤和重伤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大概的规定是怎么样的 首先说这个重伤 重伤呢 就是指啊 人这个肢体造成残废 这个呢就很容易理解了 残废呢 就是你失去了它的功能 比如我这个手指头断了 那就更别提着我这个手没了 就是这样的一些肢体上的残废 完了以后呢 人的容貌也很关键 毁人容貌 我的容貌毁损了 比如说啊 眼睛就造成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丧失了它的功能 那这个是毁人容貌 然后呢 还有丧失了听觉 耳朵听不到了 或者是鼻子闻不到了 或者我味觉失去了 或者任何的一个器官 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你的身体啊 它原来应有的功能失去了 这是重伤 那重伤呢 又分一级和二级 那么你要是根据这个的话呢 你就知道了 那两个女孩呢 应该说没有造成 她这些功能上的丧失 所以她应该是靠不上这个重伤 到了这儿呢 你就应该能理解了 那么她顶多也就是轻伤的最高级别 对不对 那就是轻伤的二级了 现在对她这个鉴定呢 我认为这是重伤之下最高的一个级别了 那么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呢 它到底是哪一些伤害的后果 我们就从这个鉴定的级别来看呢 她应该是没有失去功能 应该没有失去功能 我们根据她住院的时间来判断呢 她这个伤啊 也确实是不轻 她是6月10号发生的事呢 7月1号才出院 住了20天的医院 这还是挺重的 但是呢 不足以是重伤 轻伤 轻伤二级 那么轻伤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轻伤是指 是人的肢体或者容貌受到损害 受到一定的损害 但是没有失去功能 应该是这样的 受到损害啊 听觉视觉和其他的器官功能部分障碍 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害的损伤 就说呢 有一定的损伤 但是呢 还没有让它丧失功能 比如说我这个鼻子歪了 有一定的伤害 但是呢 我这鼻子的嗅觉啊 什么的这些功能呢 并没有失去 比如说我这耳朵啊 去了一块 但是呢 我仍然是能够听到 那这个呢 就不会归在重伤里头 而是轻伤 那什么叫轻微伤呢 轻微伤是各种的智商因素 所致的原发性的损伤 造成组织器官结构轻微的损害 或者轻微功能的障碍 我想呢 像他那个虽然说被打的时间挺长的 尤其是在屋里面啊 就是见义勇为 看他的小姐妹呢 被流氓骚扰 然后拿起酒瓶子来 就像那个流氓穿衣服的那个脑子上 打去的那个女孩 被打的也是挺重的 但是呢 可能也只是一些瘀伤之类的 也并不重 所以呢 他也只是一个轻微伤 所以呢 根据以上的这些界定呢 那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说这个女孩被打了那么长的时间 还只是轻伤 好 这个中央电台这个报道里面 还有一个内容呢 就是那个陈某志 他也在视频里面出现 警方就问他说 你6月10号那天 你在什么地方 他说 我那天呢 就在老汉城烧烤店 跟那儿吃烧烤 然后就问他说 那天发生了什么 他说 那天我和我的一些人呢 对几个女孩呢 进行了殴打 这些呢 他全部都承认 完了以后呢 这次公布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 保护伞被流氏等画面 也首次对外披露 那这个报道就说了 目前呢 已经对15名的相关人员 立案审查调查 其中对唐山市 陆北公安分局的局长 马埃军等 8名公职人员 采取留置措施 初步查出了 违纪违法 及涉嫌滥用职权 循私枉法 行贿受贿 等职务犯罪问题 基点监察机关 将继续深挖彻查 依据依法严肃处理 那么这件事出来以后呢 不光是社会面 还包括他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 他应该是马上就认识到了 这个唐山市 陆北公安分局 他这个辖区呢 是城市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陈某志啊 他们这几个人呢 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是有历史的 如果他有历史 竟然现在还这么猖狂 立刻人们就能想到 你这一片的这个公安机关有问题 所以呢 就搞了这个 由廊坊那边的 异域管辖来进行调查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头一次河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他还出境了 就表示了对于这件事的特别的重视 那这个副厅长他就说了 这起案件的发生 暴露出来了 一些地方公安机关 在警务工作机制 执法办案水平 民警教育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短板 可以说教训呢 是十分深刻的 值得认真的反思 说对于公安机关 内部的少数的害群之马 我们将会同纪检监察机关 坚决予以查处 绝不姑息 他提到下一步呢 全省的公安机关 将以此案为鉴 举一反三 深入的查百问题 健全制度规范 严格队伍管理 强化执法监督 持续提升执法办案水平 和执法的公信力 切实地回应 广大人民群众 对平安稳定 和公平正义的期待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 相信对他们公安机关 也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而且呢 不光是他陆北公安分局的 这块呢 会进行整改 也不光是唐山市 也不光是河北省 应该是全国 都是会有一个警醒 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 这一次呢 对陈某志他们的一个认定 是如何认定呢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报道 说8月26日检察机关 依法对陈某志等28人 11起刑事犯罪提起了公诉 认定唐山市陆北区某烧烤店 打人涉案寻衅滋事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查明 2012年以来 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起 在唐山市等地 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开设赌场 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失一起 实施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等行政违法四起 逐渐地形成了以陈某志为 揪集者的恶势力组织 那么2012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当中啊 他们以这个陈某志为揪集者的 他们的这些人都形成了一个组织 他们是一个团伙犯罪 犯了好多的罪 你可见他当地的公安机关真的是非常的实质 现在对他们这些人呢就认定是一个恶势力组织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 这种有组织的犯罪呢 它是分这个两个级别的 一个呢就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一个呢就是恶势力组织 网上呢可能有的人也觉得说 哎为什么他们被认定为恶势力组织 而不是黑社会组织 这个问题呢 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文字部分 它那个视频里面没有这个 我认为它那个视频啊 11分钟真的是有些问题就没有解释清楚 反而呢让人误解啊 比如说为什么是轻伤啊 比如说为什么对它是恶势力组织啊 他就提了一下 没有讲清楚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文字稿里头呢 倒是把这事说的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呀为何将陈某志等八人定性为恶势力组织 对此狼房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解释了这事 这个副检察长呢 他这么说的 他说该恶势力组织在河北省唐山市等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其中实施刑事犯罪案件11起 行政违法案件多起 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但其组织呢较为松散 根据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及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案件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将陈某志等八人认定为恶势力组织 那这个文字稿里面呢 他就说那恶势力组织和黑社会势力有什么区别呢 说呢 事实上2019年的4月 全国扫黑办首次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曾经就介绍过恶势力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 他们的共同点呢 一个是都具有暴力性 第二个是呢 都具有逐利性 第三个呢 都具有组织性 第四个呢 都具有社会危害性 那么黑社会和恶势力组织 那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呢 就是组织的程度不同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呢 组织更加稳定 结构更加严密 人数更多 规则呢 也更具体 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一般是具有明确的组织者 领导者 基本固定的骨干人员和相对稳定的积极的参与者 那么这三个层级呢 比较明显 职责分工呢 也很明确 像这个 陈某志他们这些呢 就是一个乌合之众 他还没有到黑社会的那种程度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经济特征 说不少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呢 他又都有明显的公司化的一个运作的特征 相比于黑社会 犯罪集团呢 具有更大的经济实力 可以对某一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甚至呢 在一定的地方实现垄断 我们在电影电视里面 就看到那些黑社会老大 他们呢 其实就好像是一个经济实体一样 好像是一个公司 或者是集团公司一样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危害程度不同 是不是在一定的区域行业 形成了反社会秩序 实现了非法的控制 这是黑社会和恶势力组织的一个 比较决定性的标志 那么我们看这个陈某志呢 他们这帮人 他就是一个乌合之众 但是呢 他又是有一定的组织性 有一个中心人物 就是这个陈某志 那么这个视频里面 就公布了他历史上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好像是在2012年的时候吧 然后他们这帮人里头 有人就因为一个汽车什么抵押呀 和人家的车主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然后他们这帮人呢 就把人家那个人给人非法拘禁了 那这个拘禁期间呢 就很显然这帮人是有组织 有分工的 后来那个人就跑掉了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一个集体犯罪 有中心人物 有骨干人物 有跟从的人物 有分工 团伙犯罪 这种团伙犯罪呢 就是有组织的 和一些完全没有组织的 它不一样 你比如说美国的零元购 有的人如果说 就把一个高档的商店呢 就给它砸了 完了以后呢 他就进去拿一些东西跑掉 其他人一看 这个地方呢 被砸了可以拿东西 我也进去拿东西 好多人都进去拿东西 那么这些人 他是不是一个组织犯罪 这就不是 他们之间都没有关系 没有组织性 没有分工协作 没有共同目标 没有一个行动计划 什么之类的 你就能看出来 他们之间的不同 但是陈某志不一样 他们这些人 就是聚结在一起 他有一个中心人物 就是这个陈某志 2015年的时候 他还跟另外一个 类似的这种恶势力团伙 他们进行了这种群殴 那么在那个群殴的事件当中呢 他也是 他们这帮人就纠结在一起 所以他就是一个黑恶势力 但是这么多年 他们都在当地呢 为恶一方 称霸一方 这么公然的 对不对 大庭广告面前 就对人家一个女孩子进行性骚扰 然后人家拒绝以后呢 就对人家大打出手 这也很猖狂的 尽管说他对法律呢 还是有一定的敬畏之心 告诉那女孩说 不准报警啊 不准找人啊 不然的话搞死你 就是就是他那个分局呢 还没有形成说呢 整个的分局都对他很熟 都来包庇他 还没有 就说明那分局里面呢 如果说他唠的 有的人手里面的话呢 他有可能也逃不过 或者说呢 他费挺大的劲 然后另外的一帮人 包庇他的那些人 他那个保护伞 才能给他捞出来 而且呢 有可能会受到 他那个保护伞的一些埋怨 什么之类的 现在他那个保护伞呢 因为他这个事情呢 也完全都给他揪出来了 会根据那个保护伞 不同的程度 会进行这个 危机违法方面的处理 中国这个国家很大呀 他会出现这个 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哪一个国家警察系统呢 他也不是说 那警察全是好警察 在加拿大呢 有的时候 你让那个警察就气垢枪啊 也经常会有 有的时候呢 同样的事啊 那边的警察是这么处理 这边警察是这么处理的 就是完全相反 然后呢 再说回来 有的人就说呢 你花了两个多月 就调查了这个结果 那不然呢 那你想怎么着啊 你想怎么着 哪一店不满意啊 是不是 非得说那谣言 在那个小巷子里面 强奸呀 用车压呀 什么从楼上扔下来 被搞死啊 非得说那个是真的 然后就满意了 可是那不是真的呀 那为什么要调查两个多月呢 因为啊 这个案件呢 现在已经满足了 对他们进行检控的条件了 警察呢 就是收集证据的 你得把所有的跟案件相关的所有的证据都收集齐了 交给检察院 然后检察院去对他们进行控告 不是说你对这事 你了解了解 然后呢 你能够提出来一个完整的故事出来就行了 有的时候你不是做那个事的 你想象不出来 他的这个工作量 你想象不出来他工作的辛苦和他的困难 那中国的这个比美国的不快多了 对吧 中国的警方比美国的警方效率要高多了 有的人说呢 为什么这些女的不让他们来面对公众 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来说话 我想也没准他们自己不愿意出来说话吧 其实关于这几个女的 我也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不想多说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